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在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了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 那么台湾是确定要禁止电子烟 同时把加热烟也纳管 加热烟的载具 也不得广告宣传等等 有很多的条文的规定 但是三读通过的条文 未来实施的时候有哪些个漏洞呢 又该怎么去监督管理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您专访 台大医院嘉医部的郭斐然医师 为大家来解说 郭医师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谢谢郭医师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首先我想先请郭医师 为我们的听众简单解说一下 电子烟跟加热烟 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两个都是用电子设备 来加热的一种烟品 电子烟它主要是用烟油 液体的 经过蒸发之后就变成气体 来吸 这是电子烟 加热烟它还是有烟草素 就跟一般我们抽烟的烟草素 是类似的 可是它的制造方法比较不一样 然后透过加热的设备 让它直接产生烟雾 所以它是固体 就直接化成气体 你吸热之后还是会透过一个滤嘴来吸 这跟宽东西非常像 只是前面加了一个加热剂 那加热剂我们就够载聚 那个载聚也是这一次修法的重点之一 好 那问题来了 就是在通过的这个法案里面 加热烟要纳管 纳管的意思 怎么去管理呢 我看到民间团体 很担心当中会有漏洞 那我们的担心的漏洞又是什么 其实民间裁体最早的主张是要禁止的 对 政府它的态度是希望纳管 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拉锯 最后还是以纳管做收藏 那我们只是希望说纳管的话就真的要管 那它包括几个部分 包括说它要有除蚊警示 那包括并兽青少年 不要可以这个促销广告 然后这个不能以健康奉景评估为宣传 等等这些项目 那其实除了烟本身以外 还有这个待聚 我们讲待聚的纳管 那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呢 待聚应该等同烟饼来纳管 那这也是民间裁体主张的 可是这方面跟政府又有不一样的意见 后来是没有依照烟品来纳管 只是说把烟品管理的这个条例啊 一条一条拿出来改 我们算过总共有六条 跟烟品管理有关 结果它只改了四条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 应该依照烟品管理的条目呢 没有纳管到这个电子业的载具 就是交一点遗憾的地方 那这四条里面当中 有没有一些影响性最大的 或说是觉得将来在执行的时候 会是一个漏洞啊 或是觉得说可能很难去纳管 有没有这些考虑呢 基本上大原则的大概都有管道啦 包括说定做二十岁的青少年 以后再去也不能卖 然后这个广告宣传 然后那个不能这个免费证重 就是因为有些用证重的方式来促销 然后那个不可以开架展示 跟这个网路贩售 因为叫网路贩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对网路贩售 不知道卖给谁啦 对啊 那一定年龄的贩售方式 说是国外还有这个自动贩售机 在日本有 那这个在我们台湾也禁了 那这几个禁的是好的 但是漏掉什么呢 这都是漏掉的图文警示 因为我们知道烟井都有图文警示 你去买一个他们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是有危害 文字也有 但是现在家印的载具 是没有图文警示的 连个危害的说明都没有 这个被他逃过了 是 那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这跟民间团体原来的诉求 有很大的出入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一旦没有警示的话 很多人看了也许不知道他的严重性 我想说 这是什么 尤其那个好奇的青少年 会觉得说 我好乐意去尝试一下怎么办 这恐怕家长团体的反对会更严重 对不对 当然未来是可以再努力的 因为民间团队法总不会只修这一次的 未来可能会再修法 等到我们民间的意识起来 对这件事情有意识有共识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再修法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家园进来 你不晓得他的那个包装啊 再具的包装会弄得多漂亮 所以家长还没有那个危机意识 那他在国外是包得非常漂亮 包装就像iPhone一样 那你看了就很想买 而且他在那个3C产品的店就可以卖了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问题 那只能说未来进来以后 大家觉得这东西不好 你去共识 我们再看是怎么改 那以目前的法制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已经都这样通过了 郭医师你提到的像3C产品一样的包装 所以难怪当初国舰署一度曾经表示说 加热烟的载具应该视为3C产品去管理 那这个可能听起来让很多的反烟团体会觉得很 怎么讲 就觉得很离谱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翻旧账了 因为既然法制已经过了 但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国民健康署他不用烟爱房 是法去管这个加烟的载具 他要给那个经济部当作3C产品来管 那这一体非常大的反弹 因为加热烟 他的载具就是他行销的品牌 是 你上往去有搜集到一些加热烟的形态 可是让你看到都是载具 并不是真正的烟草 因为烟草是不能广告的 在国外的载具是可以广告的 所以他们就呼吁不同的名字 就是菜地区不同的名字 然后都是在行销载具 所以加热烟就是要行销载具 行销载具等于行销烟品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主张 那如果你当作三星产品可以行销的话 那等于是烟品可以当作三星产品行销了 那这就来报告 那后来是好不容易 你们一脚的是有三大一式团体出来反对 包括台湾儿科医学会 然后肺炎学会 胸腔记重症家威学会 他们都发证明稿 而且在两天之内连续发证明稿 反对 最后反应团体还上街头 在最后结账那一天 等于是在立法院门口拿着大声工 在那边游行 喊口号这样子 才把这件事情翻转了 但是我们本来期待的就是说 要跟烟品一样管理 因为烟品一样管理 你只要改一条就好了 你把再去当烟品 那所有管理烟品的条文都会实用 但是政府已经有这样改 他会是一条条改 就发现我刚刚说的 六条改的四条 但是这两条没有管道 最后的事情就这样 原来如此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台大医院嘉义部的郭斐然医师 他同时也是台湾一届 烟害防治联盟的秘书长 我们请秘书长来跟大家聊一聊 有关于在上个礼拜 通过非常受到瞩目的 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三读通过之后 事实上呢 我们还是可以关注很多其中的重点 包括了很多的反烟团体 其实他们担心 未来怎么去管理 整个这个条文实施之后 管理不管是加热烟也好 就是或者其他的烟品 当然这当中有一些细节 我还是要请教郭医师 那在有关于校园里面 是不是要涉吸烟区这件事情 我知道当然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 在校园里面是吸烟的 可能被教官抓到或什么 当然情绪都非常的激动 那教育部却说 是不是全面禁烟要由行政院来决定 我想请教郭医师 这样的一个说法 会不会觉得好像又要 让行政院来决定的话 会比较旷日费时 应该不是 应该是已经就是确定校园禁烟 是 因为以前是高中子以下禁烟 大专没有 大专可以设吸烟区 现在是全面 校园全面禁烟 那就以前我们的观念 比如像医院 医院全面禁烟 全面禁烟就没有吸烟室了 对 也没有吸烟区了 然后院区的户外场所也禁烟 比如说医院的停车场 医院的花园 那个也全部是禁烟的 不会说因为它是户外场所 它就可以抽烟 那如果校园比照办理也是一样 你校园的花园 校园的户外的活动空间 那也都会是全面禁烟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是 了解 就是对现行的 有吸烟区的学校来说 是一件有挑战的事 好像现在全台湾的这个大专院校 禁烟的校园好像只有51% 是稍微过半一点点而已 那接下来可能全面要实施的话 这个校园可能也会有一些阻力 对不对 因为包括除了学生 也有一些教职员 他是吸烟的呀 在医院工作很像嘛 如果你今天是在医院工作 基本上就有认知说 你是不能抽烟的 如果你要抽烟的话 你就要麻烦一点了 都要到门口 是 像你在医院抽烟 就是在医院门口嘛 在医院门口 你也不是直接站在门口 它有条禁烟线 大概10公尺 10公尺外抽烟 那我就不晓得 未来校园的管理方式 应该也是要到校门口啦 不过还好 学校很多出入口嘛 像我在台湾大学 我知道台湾大学出入口就有很多 你只要到出入口方面 那你可能也是 类似花一条禁烟线 你也不知道是在门口的时候 在门口的时候 出入人都被你影响到了 是 所以你可能有花一个 不知道什么10公尺 我不知道未来花10公尺 但是 禁烟线 然后你就会在 就可以在外面抽 但是有的校 如果到医院的管理方式 在管理校园的话 一定算是这样 是 但我不太清楚 未来的管理方式 我是觉得好奇的是 有些校园 是非常非常腹地广大 像台大 这个公管校区 那真是大的不得了 那怎么办 可能是 有些人会在阳台偷抽 但是开放空间 就会很觉得 知道我在阳台偷抽 反正这是偷抽的事情 我们就先不要讲那么多 在校园怎么管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我相信 也是家长们很担心的 就是说 禁烟年龄 会从18岁提高到20岁 刚刚 郭医师有跟我们分享到 这个条文 这个条文要怎么去落实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纯粹是因为 像现在我知道 很多国中高中 虽然是校园里面禁烟 但是孩子们一离开了校园 其实可能受到同侪的影响 或说是 当然社会人士的影响 也可能 就是说他们出了校园 就开始吸烟 我曾经亲眼看过 好多好多这样的个案 就从我身边走过去 郭医师 那这个条文怎么去落实呢 会不会很难 实在是从这个禁烟环境 跟学校教育 还有这个家庭交易 三方面来着手 那我们现在法规 做的就是禁烟环境 是校园部的抽烟 那不是很难吗 他可能跑到路上 就开始抽了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20岁 当然我们现在推动 18岁公民权 可是为什么 第二年龄 相反提高到20岁 是不是有一些违和 是 而且我们的 亲自年龄 跟生理年龄 是不一样的 现在因为教育发达 大家亲自年龄成熟了 所以公民权 可以降到18岁 可是生理年龄 是不变的 我们对凌骨丁的成瘾 青少年对凌骨丁 特别容易成瘾 因为我们脑部的发育 还没有完整 其实有人是说 我们脑部最后成熟的一块 我们叫做前额夜的地方 要到25岁才发育完成 这个地方会受到 凌骨丁的影响 但影响的 包括情绪控制 冲动这方面 如果怎么轻到 你比较容易冲动 就是跟这部分的脑部 发育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发育 的才字一样是慢的 所以总体要提高到20岁 那有人研究就是 你如果21岁以前 还不抽烟的话 未来要抽烟的 几率就会大为下降 所以这个年龄是有意义的 而且它跟公民权是不一样的意思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经验场所 就是公共场所全面经验 让大家看不到 新少年就是不会很容易学习 你经验的话 你至少在一些公共场所 在车站这些 不会看到有人抽烟 降低他学习的这个机会 那在学校就是要加强烟害教育 我想这个我们学校都做得很好 那这家庭就是 家长本身要以身作者 不要抽烟 那如果你真的要抽烟 不要在家里抽烟 一定要到户外去 我说户外不是在阳台 骑头这种地方 这个都离房子太近了 那到马路去 到马路去抽烟 就不要因此小孩子 我想这是三管层下 郭医师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你 就是我们在过去 曾经在节目里面 也多次探讨过 烟害防治法 只要是修法的过程 我们大概都会探讨一下 修法怎么修 然后未来怎么去管理 之类的话题 可是每次我们在播出 这样的一个探讨之后 其实我们会接到很多 反烟团体的对面 所谓的反烟团体对面 就是说很多支持 就是烟商也好 或者说认为吸烟是 一个人权的这种团体 他们的一个抗议 那他们总是会说 其实国舰鼠是赞成吸烟的 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谬论 或者说甚至于他们会说 这个吸烟其实不能够去反对他 那遇到像这一类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类的声音 其实也不少 那我们反烟的团体 或者说是对于烟害防治 一直不断的去推广也好 这样的一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跟 赞成吸烟的团体去沟通呢 这个其实是他们 故意制造的舆论压力 因为我听过很多记者说 他如果看了我们一些 什么反对电子烟 加热烟的文章 他们就会有人去抗议 他们是系统性的 他们是系统性的 在做这种政治作战 然后说你就一定要看我的言论 要不然就不是平衡报道 这里常常看到说 很多反对烟品的报道 会不会加一小段 什么反烟的 就是那种什么 吸烟人群的团体 就是比较天上烟商 他们硬要加一句话 好像不加他们的话 就不是平衡报道 我觉得媒体本身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 你可以不用等他来抗议 你就添加一些 这些所谓烟犬团体的说法 用他来骚扰你 你就说我有家啦 最好都引用国外的 不要引用国内这些人的说法 国外又有媒体报道说 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写一些平衡的报道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们反烟团体 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在意 那你写之后 你就可以对付他们了 所以你就有写啊 就根据外电是这样子啊 那你就可以 因为外电是你选择的嘛 是 你就可以取得真正比较中性的 不是他们那种 你如果再次去访问他 他们就有一些天机的说法就出来了 什么毒一米烤一米中 这样把他都出来了 是 然后再来就是 所谓的吸烟人群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假人群 因为抽烟的人 并不是真正选择抽烟的 所谓的选择是你有自由才叫做选择 可是烟底根本是没有自由的 因为他们 我都觉得他们是青少年就有养成抽烟习惯嘛 或是年轻成人 那个时候他们对烟他根本就没有太清楚的认识 他们是好奇去学习成人抽烟 学习他的同辈同学抽烟 等到他变成真正的成人之后呢 他已经有烟瘾了 他无法戒了 然后他才在那边讲说 这个我抽烟是我的选择 是我的人权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假议题啦 因为他已经成瘾了 他已经没有自由了 没有自由了还在说他的人权 他有人权有这个选择性的这个抽烟 这基本上是自欺欺人啊 而且为什么烟瓶是合法的 烟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是合法的 的产品 因为它是致癌物它会害死人 是 这种致癌物害死人 根本是不能卖的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是致癌物 然后会害死人的 还可以卖 除了烟以外 那是因为使用者太多 因为几百年前开始有烟瓶的时候 人类不知道烟瓶的危害 那就使用了 那现在因为太多人在做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禁掉 所以才造成说烟瓶是合法的产品 但它这个合法的基础非常的火弱 而且它不是永久的合法 不是万年合法哦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在做 所谓的烟讨中局 我们所谓的Tobago Endgame 它定一个时程 时程到了未来烟瓶就不会公开贩售了 它会变成是特殊许可才能够获得的东西 比如说纽约在2025年 英国在2030年 加拿大在2035年 他们就要进行烟草中局 到时候烟瓶就不是公开贩售的东西 当然它的条件是说你全国的吸烟力 成年吸烟力要见到百分之五以下 才能够用这种强势的手段 所以烟瓶不是永久合法的 所以反烟对你来说 我们有个长久的目的就是要 这个禁止贩售烟瓶 要达到这个烟草中局 不过可是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公告烟草中局 我们台湾还没有这个长远的经验目标 是 好 我们愿意 愿意真的是朝这个很棒的这个目标 继续去前进 但也容我说一声 真的是长久以来 有好多的这个沿海防治团体 一直在努力的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让我 顾医师辛苦了 我想我真的佩服你们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大家努力 大家目标一致 是 好的 我们今天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台大医院嘉义部郭斐然医师 他同时也是台湾一届 烟害防治联盟的秘书长 我们谢谢 郭医师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